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是传统的那个偏圆润的造型 当然 作为一台定位豪华的SUV 这个外形比较成功 所以改不改也无所谓 新一代路虎缆胜车头变得更加的扁平 而车尾现款的造型被彻底的放弃了 门框一样的黑色贯穿式造型是整个尾部的核心 造型不能说好看 但也并不丑 所以能不能够接受就要看个人的喜好 据悉 新一代缆胜内部将会换装全新的方向盘 另外还会增加超大尺寸的中控屏幕 原来的旋钮式挡杆也会被弃用 座椅可能还会新增6座和7座两种布局 新一代的路虎缆胜会和宝马共享部分动力总成 但具体的动力参数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 预计新车下周就会正式的发布 届时其所有的信息都会明朗 新一代的缆胜总体的设计风格更偏向于简约 所以如果您对新的来生感兴趣 那么可以等待下周它的正式发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